美麗島走過41年 總統蔡英文監察院長陳菊 高喊人權智商 但執政專斷人權二字 聽在黨外時期奮鬥的前輩而立 很諷刺 第四權是用來監督政府的 你如果沒有言論自由 必要存在的這個價值呢 就是根本荡然無存 霸道前置言論自由 前民進黨代理主席張俊宏 忍無可忍 走過威權 由黨外時期街頭霸王支撐的林正傑 也直白政府作為是官逼民反 不能夠把這個當作一個政府 可以支配的權力 來給靠散任何人 這一次民進黨 用非常惡劣的方式 去查進 去關閉一個電視台 這是犯了民主的大忌 所以民進黨這些人 他們已經變成法系斯 完全回背了我們當初 追求民主政治的理想 第四權是司法行政立法三權 就是政治權的防腐劑啊 接受行政的監督嘛 太開玩笑了好嗎 我覺得這些 這些法官好像是沒有念憲法 起碼的這樣法律之事 萊豬能選擇 遙控器卻不能掌握在人民手裡 蔡政府把立法權行政權沒收 現在連司法權都歸順 沒有民主制衡 人民權益誰來捍衛 交給法庭司法權 完全要按照NCC的決定 再念一次 這個有保障中天的權益嗎 鄭南榮這個鄭啊 是皇帝自稱自己的鄭 我容許不下你 以獨立機關之民心 摧毀民主支持 獨裁政府剷除異因 歷史必深刻印記 記者成縣 問文軒 N3G小組台北報導 PODTW等逗用 12月12起跟著中天走 掰了五二台 立刻訂閱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彎鑽斑斑擊 同步下載中天快點TV App 一鍵看中天更方便 訂閱中天 守護台灣刷一排加一